发现中国首席在监控他们 俄罗斯漏了 俄乌局势巨变 普京落倒台 控制中共垮台 装都不装了 中共官媒鼓动初中声 宣誓权起关 外媒惊爆 间谍气球 每月来台湾一次 俄国人很喜欢使用中国生产的智慧型手机 中国三大热门智慧型手机厂商 一家 小米和中我系列的安卓手机 在俄罗斯都有很好的销量 但最近俄罗斯媒体Cnews就发文取控 中国产的智慧型手机能每天24小时监控用户 俄国人面临着个人资料泄露的风险 特别是俄国民众通过中国电商 拥购的智慧手机 价格虽然比俄国本地零售电便宜 但个人资料泄露的风险更大 使用来自中国的手机就相当等于把自己的资料输送给了中共 俄媒称 这些手机其实就是口袋间谍 据英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Regist的披露 经爱丁堡大学及都国林圣三一学院学者们研究分析 中国三大热门智能手机都预先安装了许多软件 而且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用户隐私 即敏感数据传输到第三方 等于充卖用户资讯 为其各自安全 研究还发现了 来自三个指定供应商的安卓手机 除了传送用户各自外 还向百度和中国移动网络营运商 传送用户个人可识别资讯 令人担忧 传输数据包括设备辨别码 位置识别 社交状况和用户资讯等 俄方研究还发现 中国制造的安卓手机中 预先安装的软件比其他国家多出三到四倍 与其他国家制造的安卓手机相比 这些软件获得的第三方应用许可权要高出八到十倍 而研究人员呼吁消费者不要购买中国制的安卓手机 对于中国智能手机的研究结果 引起了俄罗斯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 但中国三大手机供应商都未就此作出任何回应 日前传出俄罗斯希望与乌克兰谈判的消息 外界认为俄乌战争有望在今年结束 俄国如果战败 受到最大影响的是北京 俄乌战争即将进入一周年 俄罗斯因国际制裁 京剧极具恶化 同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毫无进展 英国国防部表示 在过去的两周里 俄罗斯可能遭受了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高伤亡率 英国国防部的观察 基于乌克兰的数据 该数据称 过去7天俄罗斯的平均伤亡人数 为每天824人 是6月和7月报告的平均人数的4倍多 英国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联邦刑事局的数据显示 自2022年12月以来 准军事组织 瓦格纳集团招募囚犯的比率有所下降 他表示 在乌克兰的瓦格纳服役的严酷现实的消息 很可能透露给了囚犯 因此减少了志愿者的数量 11日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维尔西宁接受本国媒体采访表示 俄罗斯已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 这被认为是 普京支持不下去 发出求和信号 时评人江峰发推文指 俄罗斯外交部的喊话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巨变 无条件谈判 等同投降 这个变局最大的影响不在莫斯科 而是在中南海 因为普京政权灭亡 意味着习近平政权也会跟着灭亡 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曾分析说 俄乌战争 如果俄罗斯战败 那么普京必倒台 正如一战 俄国战败后沙王倒台 从历史经验来看 战败容易引发暴动和叛变 甚至革命 普京征兵已经让国内民怨沸腾 如果未来俄国战败不排除爆发颜色革命 而普京政权倒台 会冲击世界上各大专制政权 随时引发全球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白俄罗斯 哈萨克 土耳其 朝鲜和中共都会被冲击 这就是中共特别在意俄乌战争的原因之一 如果俄国战胜 中共可能顺势动台湾 如果俄国战败 北京担心俄国社会革命会烧到中共本身 据NTDTV报道 近期 大陆社交平台微信 微博上热传一张 初中生宣誓器官捐献立国立民的图片报道 利用初中学生宣传器官捐献 立即使网友们想到了失踪的15岁学生胡锡宇 人们纷纷谴责当局 装都不装了 名抢了 经网友查询 图片来自中共官媒 浙江日报于2018年3月的一篇报道 标题为 器官捐献立国立民 延续生命 爱满人间 内容是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青年级学生 被组织参加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举办的 人体器官捐献大型宣传活动 报道中写道 勇敢打破 陈俗就归 投入到普及器官捐献的宣传中来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积极与中小学 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互动活动 希望能从改变孩子们的思想 在他们的亲中 埋下器官捐献的种子 图片中的一群穿着校服的初中学生 手拿写着 器官捐献立国立民的红色横幅 背景是红十字的展板 同样形式的图片有两张 都是身着校服的不同学生 拿着捐献器官的横幅集体照 图片引起公众谴责 中国青年级的孩子年龄一般在十二十三岁左右 让这群志气未脱的初中生们 去代言器官捐献这种事 网友们纷纷表达愤怒 真是丧心病狂啊 塔利班都不敢这么干 忽悠一群未成年人签这个 这是恶魔都做不出来的事 不用背地里干了 明抢了 那么 如果接下来这些孩子失踪了 找到尸体的时候 内部器官少了 是不是也算是信守承诺 就不会继续调查 继续追责了 只要大家都同意 肯定等不到你自然死亡那天 他们就动手 还有网友说 以前说 零件都在校车上 感觉还很隐晦 现在连装都不装了 横幅都上了 也有网友说 立国立民 这四个字好刺眼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与移植委员会主任 中共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在2020年 器官移植科学论坛大会上称 希望到2023年 中国器官移植要发展到 一年五万例的规模 中国就能够成为 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 网友称 如此宣传 让人背后一阵阵发凉 江西省上饶 志远中学学生胡新宇 自去年10月份 在监控严密的学校 离其失踪后的一百多天 当局称 发现胡新宇遗体 并定性为自杀 公众娱乐认为 胡新宇是因 被盗取器官后遭杀害 截止那2月12日 美军共击落了四个 侵入领空的物体 其中2月4日击落的 中共间谍气球 尤为引人关注 然而 更令人震惊的是 据外媒披露 近年来 台湾已经几十次 观测到中共军用气球 飞入台湾空域 平均每月来一次 引发人们对中共 准备攻打台湾的担忧 继美国军方 最近四次击落 包括中共间谍气球在内的 入侵领空物体后 英国金融时报又报道出 更令人吃惊的消息 金融时报采访了一些台湾官员 他们曾负责 关于三个亚洲国家的 军事和情报工作 报道引述一名台湾政府 高层官员的话说 他们来得非常频繁 最近一次就在几周之前 另一名官员则说 中国军事气球 平均每个月 进入台湾领空一次 台湾官员还具体指出 出现在台湾领空的 中国军事气球 通常在6000公尺的高空飞行 远低于美军 2月6日击落的 中共间谍气球 而且气球使用的材质也不同 官员们证实 飘到台湾上空的气球 是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装备发展部研发的 这个部门负责 做武器系统发展工作 而部署这些气球的 共军军种 包括空军和火箭军 台湾军机经常升空 监控这些气球 还有知情人士说 这些中共气球 还曾收集 用于雷达和飞弹系统的 大气数据 金融时报还披露说 台湾国防部 仅证实在2022年2月时 有多个中共气球 分四批进入了 台湾北部的领空 习近平在2022年11月 曾重点强调 要聚焦备战打仗 此时 中共气球在台湾领空 被发现的敏感事件 又被外媒披露 不由得让人产生 对中共准备攻打台湾的担忧